1974年7月,我们得知毛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了 进入1974年以后,毛两眼的视力已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 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说话不清楚 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 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扮张着 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 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萎缩 经过多次向毛建议,毛同意在检查眼科 也查神经内科 张玉凤提出,听说四川医学院,连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眼科好 最好请来看看,这很好办,只要肯检查 找那里的医生都可以 我通过卫生部从成都四川医学院请来方医生 又请了四川省立医院的罗医生 他们二位到北京后,都住在三五医院里 在这期间,毛先检查了神经内科 由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 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检查 检查结果,毛问他们是什么病 他们愁着了一下说,要先讨论,再向毛报告 毛让他们讨论以后,写一个报告 我通他们回到三五医院以后 他们都觉得毛的病很不好办 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是症 或者是有过小的中风 但是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 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 也就是大脑眼髓和脊髓内,竹仔猴、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至死亡 他们为了明确诊断 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元昌 来共同研究 张元昌来了以后,黄、王二位将他们的检查结果告诉了张 他同意运动神经元病这一诊断 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 张的临床经验已经有30年 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 我问张,这种病的愈后如何 张说,因为他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 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 这种病如以侵犯到猴、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 最多只能活两年 毛的右侧会持续瘫痪 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阶段 因为猴、咽、舌瘫痪 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 最好早点安装胃管 以保证必要的水量和营养 吞咽困难 食物和水溢流入气管而囤积肺内 引起肺部反复感染 最后阶段,无法吞咽 主管呼吸的横隔膜和内肩肌肉麻痹 病人无法呼吸 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只能稍微延长病人的生命 安装胃管可阻止食物囤积肺内 呼吸器可帮助病人呼吸 病人的任何活动都要注意 可能因摔倒而导致骨折 张元昌的这些话 使我、吴杰、胡须东都愣住了 这时的问题是怎么向毛写文字报告了 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病 一般的医生都难语弄清楚 如何用通俗的语言 说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质 使不懂医的领导人能够明白 最重要的是 如何跟毛说他只能再活两年 我们先向汪东兴报告检查结果 只是病的名字 就解释了半个多小时 再说到病的位置和性质 他完全不懂了 怎么样说明也是没有用处 汪说 怎么得了这样一个怪病呢 讲到育后可能只活两年 汪不相信 他说 现在还能吃能喝 怎么会只再活两年 在讲到没有办法治疗时 汪说 你们查了半天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怎么行呢 总要想想办法 第二天我们向叶剑英报告检查结果 我们带上了神经系统的挂图 脑和脊髓的模型 同时也带上了眼球模型 叶问得十分仔细 他对照着挂图和模型 很快了解了病情 叶对医生一向十分信任 也比其他大部分的领导人了解我们的解说 他说 眼睛如果是白内障 好治 如果还有别的眼病 治不好 顶多就是看不见 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这个运动神经元病 可是大问题了 他主张在几个大城市里 分社治疗组 专门收治这种病的病人 总结出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隔了一天 周恩来叫我们向他报告病情 他也很快知道了 病的性质和育后不好 周那时的身体也不好 在等毛批准他动手术 据化验员分析 周每天从尿中要排出不下一百毫升的血 周想做手术 医生们也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 可是原来毛已有话在前 不同意做手术切除 没有毛的同意 周不敢开刀 这时尿血已经这样明显 没有人向毛报告 最后是邓颖超找化验员小李 让他向毛说明情况 争取毛同意 小李也是医疗组的一员 因为不是医生 没有医生专下呼人的嫌疑 而且尿血使他在检验 情况了解的比较清楚 李向毛说明以后 毛同意了 周在1974年6月1日 住进三五医院动手术 周对毛很关心 周提出可以让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搜集西方这病症的治疗办法 我们说明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 周说 这就是绝症了 我们都默不作声 最后周说 你们还是抓紧时间 研究些办法 不能治好 也要想办法延长生命 1974年7月17日 我到三五医院和医疗组讨论下一步的办法 我们一方面从内科和神经内科 定出治疗和急救方案 另一方面 又请了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徐英祥 和尔比侯科主任 李春福参加进来 由他们拟出侯肌麻痹 特别是呼吸肌麻痹后的应急措施 最后医生们都同意最好马上安装胃管 张元昌特别强调 目前病变的范围设计控制侯 咽 舌 右上下肢的运动神经细胞 一旦主管呼吸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受到病害 立刻就会停止呼吸 有生命危险了 医疗组开会的同时 政治局会议也在举行 我稍后得知 就是在这个会上 毛批评了王洪文 张春桥 蒋青 姚文元四个人搞小宗派 这也是四人帮以词的起源 政治局会议结束时 我们正在全力制定治疗和急救方案 张耀慈突然通知 毛耀到外地视察 立刻准备好 两个小时以后出发 汪东兴说 只同意我 吴杰 胡旭东和两位成都来的眼科医生一同随行 神经内科医生回原来的医院待命 我愣住了 毛的情况随时可能危急 研究治疗的办法还未讨论完毕 医生们也得写报告 而且仍未决定如何处理所有的紧急状况 毛要走是谁也阻止不了 但专家们应该随行 当前主要的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 所以神经内科医生应该去 耳鼻喉科医生也应该去 也要带上内科医生 急救器材和氧气插管 以防毛呼吸困难 我跟张费尽唇舌解释以上个点 张说 汪东兴主任说了 停止研究 谁去谁不去 都已经定下来了 再需要 也没有用 就按照领导上的决定去执行 我看在讲无意 便通知了吴杰和胡旭东 用车将他们接来 又让两位眼科医生打电行装 带上必要的眼科检查器具 一同出发 我们随同毛城专列前往武汉 在武汉移住两个月 症状更加明显 毛的猴 腌部肌肉麻痹加重 吞咽困难 已经完全靠张玉凤喂饭 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 有些食物吸入气管 引起肺炎 但毛不肯让我们提他治病 不肯见任何医生 吴旭君每天见得到毛 总转告我毛的情况 他也带我向毛传话 要毛见见医生 接受治疗 毛说什么也不肯 最后我写了一张详细报告 将他的病讲清楚 并附有图表解说 我请张药词交给毛 但我没有指出运动神经元病的愈后情形 中国医生很少跟病人说他患了绝症 医生们相信对死亡的焦虑会缩短病人的生命 给病人一丝希望 也许反而能延长生命 没有医生愿意跟毛主席说他患了绝症 我的工作是延长毛的生命 毛看到这个报告十分不高兴 他说 医生只看到黑暗面 看不到光明面 吓唬别人 也吓唬自己 起不了好作用 毛认为自己没有大的毛病 他想到1965年春天 在武汉曾因受疗引起声带言 说不出话来 我同他解释 这两种并不同 但是毛并不相信 他只同意眼科检查 毛照例和眼科医生说了小话 态度很客气 但说话不清楚 没有人听得懂 眼科医生诊断毛患了白内障 毛问他们 除了白内障 里面就没有别的病了吧 他们回答要动手术 将眼内已经混浊的水晶体去掉 才能看出眼底 是网膜有没有病 毛听了以后 大不高兴 两位医生退出去以后 他说 让他们走 看来医生们没有什么好主意 从此以后 毛不再叫我们检查 连我也见不到他的面了 我真是做困愁成 万一毛出了状况 我得负全责 心情低沉 辗转难眠 时而无畏 我自觉对毛健康尽心尽力 毛确认为我们庸人自扰 我又跟汪东兴解释了武汉行前 我和张耀词说过的话 另外 要汪找一位麻醉师和外科医生加入医疗组 以方毛有骨折情形 汪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 由湖北省委在武汉医学院 即原来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院 组成了一个以耳鼻喉科 外科和麻醉科医生为主的急救组 但在武汉以后的日子里 他们也没有见上毛一面 很多人都不相信毛病了 在武汉的时候 毛接见了菲律宾总统 马可时的夫人姨梅黛 李先念陪同 王海荣和唐文生也来了 他们发现毛口齿不清 常流口水 但精神还是很好 我告诉他们 毛已经有了重病 他们说不像啊 唐文生说 主席是个怪人 得了这么一个怪病 毛在武汉期间 江青在北京 江仍在大张旗鼓 全力攻击周恩来 江全师日大后 自比为武则天 报刊上开始大家吹捧武则天 江青为了见马可时夫人 特别制作了皇帝服和太军鞋 这套打扮难看极了 后来江青自己看了也不像样 没有穿 毛有没有从中阻止 我不得而知 但王海荣和唐文生告诉我 这些是他们都同毛说了 毛没有作声 我听了马上知道毛不赞同江青的行径 注释 一 尽管中国方面努力搜集美国对肌肉萎缩症的治疗资料 没有外国医生替毛做过检查 84 1974年9月离开武汉到了长沙 毛要游泳 他决定加强锻炼身体 他说 这样可能会好 用不着检查 也用不着治 在武汉那次说不出话来 还不是游泳治好的 这引起我们极大的恐慌 因为猴 咽肌肉麻痹 很容易呛水 手 脚本来无力 一旦呛水 控制不住肢体 是很危险的 毛一贯的性格 决定要办一件事 非办不可 谁要阻拦的话 他不但大发脾气 而且办得更加坚决 一组的人都深知毛的这个性格 最后汪东兴说 劝布的 一劝 准将 只能准备好救护器具 毛开始在室内游泳池游泳 医生们立在水池旁边准备随时急救 但毛下水时间不长 因为只要他的头没入水中以后 立刻呛壳不止 脸胀的通红 游培游水的警卫搀扶上来 后来毛在长沙又是游了两次 结果一样 以后毛没有再试着锻炼了 邓小平此时也来长沙看毛 当回北京和政治局报告毛健壮如稀 毛主席游了泳 这次游泳锻炼后 毛活动量更少了 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 因为躺的时间长 而且只能左侧向下握 否则就会呼吸困难 左边骨盆突出的光皮压破了 成了乳窗 每每一处愈合了 并一处又破损 这些乳窗到毛去世时 都没消失 毛开始对安眠药过敏 全身出了皮疹 骚痒脱血 我们换了安眠药 又擦了些外用脱米药 皮烟才逐渐消退 在长沙两个月期间 毛不肯建医疗组其他医生 我也只见了他几次 周恩来生病后 毛对医生的敌意更加深了 周的膀胱癌八月又有反复 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毛引以为正说 我说不能开刀吗 一定要开 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 我看还会有第三次 第四次 不到乌虎挨在不止 又说 老百姓有病还不是脱 脱脱就好了 脱不好的病也治不好 北京的政治局势仍紧张万分 四年1975年1月 即将召开十届二中全会 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两个会中将有新的人事布置 政治局常委将通过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军委副主席 总参谋长和政治局常委 但江青等人大力反对 他们要争王洪文 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 离开会揭幕日期越近 两派斗争越激烈 两派都派了代表来见毛 寻求毛的支持 王洪文代表江青一帮人到长沙来见毛 这年基要秘书徐叶夫因患肺癌离职后 张玉凤接过了徐所有的工作 首发文件 但因毛两眼失明 只能由张读文件给毛听 安排毛的会面 张此时也想正式成为毛的基要秘书 望东兴不愿意发出任命 但王洪文鼎力支持 王、张两人这时期经常见面 王洪文说张玉凤在毛的身边 又伺候毛 又要给毛读文件 太辛苦了 应另外派人给张玉凤洗衣服 做饭 毛对王洪文给张安排的人是十分震怒 毛说 谁要干涉我的内政 就给我滚蛋 王仓皇跑回北京 10月20日 王海荣和唐文生来到长沙 他们受周恩来委托 来见毛 主要是谈封庆伦事件 原来在文化革命以前 经过毛的同意 为了发展远洋行业 周恩来提出 在自行制造的基础上 为阅书需要可适当买些货轮 封庆伦是1974年初于上海组装完成 江青指责买船是卖国主义 攻击周恩来 以回张智局的邓小平支持周恩来 两方相持不下 直到毛表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 江青才只好作罢 最后正式决定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由周 王共同主持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 12月23日 周恩来和王洪文来了 是为两个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 向毛报告 取得毛的决定 那时汪东兴已宣布张玉凤为毛的基要秘书 张对周抱怨 你看 现在什么事都要我管 主席的吃 喝 拉撒 睡 都要我管 你也不管管 当时弄得周很尴尬 1975年1月 十届二中全会 通过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 稍后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意朱德伟委委员长 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 邓小平出任常务副总理 毛坚持邓的任命 他需要邓来协助周处理中央常务工作 周的癌症使邓的付出政治舞台成为必要之举 邓于是主管了中央委员会常务工作 江青一帮人仍未能得逞 85毛仍在长沙 为参加北京的会议 汪东兴也没有去 汪觉得北京闹得这么凶 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他没有法子参加 我想回北京 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 我们的人手不足 万一发生突变 需要抢救 很难进行 北京的医疗组仍需一起研究 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急救方案 胡旭东 吴杰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 我们的医疗组又加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侯科 将四场主任 北京医院外科周光玉主任 麻醉科高日新主任 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袁兆庄一生四人 稍后 这四位同胡旭东去了长沙 我留在北京 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 我先找到叶剑英 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 毛不肯接受治疗 我们急需政治局的帮助 另一方面 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 叶元帅很热心 我们聊了一会 谈到我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21年之久 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 我们也商量如何说服毛下胃管 用鼻刺 会减少食物吸入肺内 发生肺炎 叶剑英一直鼓励我 这段期间我跟汪东兴张耀慈的关系也不好 我将毛的病向汪东兴张耀慈讲了很多次 他们一再说不懂 甚至拿了模型绘图 说了也是白搭 自从毛发现有了这个不治之症以后 张耀慈更是一副推卸责任 生怕有些是落在他的肩上的样子 张一再强调 他又不懂医 他只管警卫 叶的话使我的精神压力大为减轻 叶说 依毛的脾气 恐怕不肯下胃管 叶也提醒我 不要使江青又借机发动夺权活动 叶记得江在毛1972年病重时搞的那场闹剧 江仍可以再逗我一次 叶病叫我不要忧心 他答应在江对我伸出赌掌时 帮我解围 我长舒了一口气 全身好像轻松了一些 我回到三五医院 开始筹备工作 1975年1月20日 我去三五医院的新楼病房探望周恩来 周的病情又恶化了 周去年12月去长沙前 医生发现他的大便有浅血 当时为了解决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 没有告诉他 大会在1月17日结束 中国这列火车又重新向现代化的路上驶去 这时医生又怀疑他有结肠癌 正准备做结肠镜检查 周面容轻取 脸色苍白 他不愿整天躺在床上 我见到他时 他坐在沙发上 穿着整齐的中山服 我向周解释 因为他正在检查和治疗 恐怕影响他的休息 所以回北京两个星期都没有来 周怪我不早去 他很关心毛的身体情况 那时毛已离开长沙前往杭州 北京医疗组第一批人已随毛去杭州 我和其他人员定于明天前往杭州 我不在期间 毛终于同意进行总体检查 周也和别的医生讨论过毛的病情 毛的白内障好治疗 他望我们的运动神经元病研究出办法没有 周还是难以接受那时不治之症 我告诉他 对这个病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 国外也没有办法 周说 可以请中医看看 我告诉周 毛并不相信中医 及时看了 熬的汤药 他也咽不下去 现在已经不能喝水 一喝就呛 只能喝像西江湖一样的酬汤 周沉默了一会 然后说 你见到主席 替我向主席问好 第二天 我带着12名护士和10名医生离开 吴杰 两位神经内科医生 三位眼科医生 两位艾克斯光科医生 两位化验医生 耳鼻喉科和外科医生已经在杭州 毛的总体检查分四天完成 原来按保健工作保密规定 给手掌进行检查治疗 各科医生只能了解和处理本科的疾病 不允许打听别的科的情况 我的工作便是分析个别报告 再拟出一套治疗办法 这条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医疗本来是一个整体 各科之间互相保密 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判断 特别像毛已经不是一个系统 某一个器官有病 各科如人互不商量 就会顾此失彼 发生医疗上的失误 经汪东兴同意 这次可以各科分别检查 然后共同讨论做出全面的衡量 耳鼻喉科医生先行检查 再来是内科神经内科和眼科的检查 做了心电图测试 取了胸部和心脏的爱克思光片 由心脏的爱克思光片 可以判读心脏是否有扩大的迹象 如果有 那表示有心力衰竭的危险 综合这次检查的结果 毛患有运动神经原病 两眼白内障 关心病 肺心病 两肺底部有炎症 左肺有三个肺大炮 左臀部入窗 血液中的氧气过低 这时候毛还有低烧 咳嗽很厉害 大家商量这次 无论如何要下胃管进行鼻试 这样服药也方便 另外再做白内障手术 我综合了大家的意见 给毛写报告 说明检查结果 病情分析和治疗对策 27日写完 交给了张耀词 张耀词给了张玉凤 让他向毛报告 因为这时毛已完全失明 一切报告都得由别人读给他听 28日凌晨午时半 张耀词把我叫醒 要我和所有医疗组人员 立即赶去和汪东兴开会 张玉凤刚传达了毛的旨意 我们纷纷赶到四号楼集合后 张耀词说 刚才张 玉凤 秘书叫我去了 说医生的这些办法都不顶用 张秘书已经同毛主席商量好了 要用输液的办法治 输液是很好的补药 有营养 能治疗 现在请你们来商量 立刻就输 文革期间 高级领导黄永胜 邱惠座等人流行用输液 葡萄糖 和输年轻战士的血作为补药 江青听说年轻力壮男子的血液 可增长寿命 便安排了年轻军人捐血 来供他输血 张玉凤听说了这些方法 便建议毛采用 这些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 没有一个人表示态度 汪东兴于是一个个点名 问他赞成不赞成 汪说 只要都赞成就好办 在汪的这种高压气氛下 问到谁 谁也不敢说不赞成 最后问到我 我忍无可忍 说 输液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法 特别在急救时很重要 但是现在的病 不是输液能解决了 何况我们的输液方法 还是用输液凭着老办法 不是密封式的 输液后发生输液反应的不少 一旦用一种并非必要的治疗方法 引出剧烈的反应 可是医疗上的事故 那时张玉凤可以说 他不懂医 提出的方法是由医生来决定的 我怎么样交代的过去 我绝不让步 张药慈大为光火 他说毛听了报告很不高兴 现在起码毛同意张玉凤的办法 这下要怎么办 我很气张药慈和张玉凤两人 我说 医生提出来的治疗方法 不一定会被接受 但是如果除医生以外 大家都多解释说明这种方法的重要 那么就容易接受 昨天我将报告交给你 我说最好同张玉凤谈谈 说清楚治疗方法 你说不要了 他看报告就可以了 我认为张玉凤与医生合作很重要 望东兴生气了 望说 那么就是你一个人不同意了 一个人要听党的 听组织的话 自行歧视 要倒霉 这件事跟党和组织都扯不上关系 这是医学上的具体问题 属于专门知识 不是张玉凤 汪东兴 张耀词获党所能决定的 我强调毛主席早就说过 有病只好听医生的 双方僵持不下 汪叫我给毛写的报告 解释为何只有我一个反对输液 让毛自己来做最后决定 当天我写了一个报告 张耀词交给了张玉凤 当晚传出话来 毛决定不输液了 但这下我处境兼威 没有人高兴我的做法 我不能直接见毛 我工作上必须有张耀词 汪东兴和张玉凤的配合 但他们反而造成毛医疗工作上的困扰 毛的病情只会越加恶化 这次如果不拒绝这种蛮横不负责任的做法 以后怎么样进行工作 而且出了问题 医疗组得负全责 因此医疗组里的人也忧心忡忡 大家赞成我的主张 但觉得得罪了这三人 以后的工作不好做下去了 另外还有政治的因素 江青自1968年起要将我打成反革命 一直没有打成 我则中日黄黄处在刀口上 1972年江青又说 在一组有个特务集团 这个事情并没有完结 如果我在治疗上不小心谨慎 出了事可是自投罗网 到那时百口莫辩 吴杰跟我说 我们最好退出医疗组 让他们另外找人 否则真要出了大事情了 我真替你担心 吴杰自然是好意 但是我如果不遵守医疗原则 而出了医疗事故 我是医疗组组长 怎能推卸责任呢 毛的病是不治之症 病情逐渐加重 今后的困难多得很 我说 这也没有那么容易 我是组长 想退也退不掉 只要我们按照医疗原则办事 不会出大问题 我后来私下去找了汪东行谈 他当时态度已经冷静下来 也为输液的事向我解释 汪说 讨论输液的事 我不应该参加 应该由医生们自己讨论 这事情做得莽撞了 不过你也太没有弹性 我想好了 拨了春节 只留下胡须冬耳鼻喉科医生 外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在这里 你带着其他的医生 护士们先回北京 再详细讨论各科的治疗方案 像眼睛的白内障 能治就先治 不过 事先要找些年龄和身体 都差不多的白内障病人做实验 给这些人做手术 写出报告 让主席知道怎样做法 他才能下决心治 别的不容易治的病 可以多方面想想 不能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汪说要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汇报一次 领导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 对毛的病了解的比较清楚 前阵子报纸上还形容毛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 中国人民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 都还以为毛没有病 汪觉得如果不报告一下 以后出了事就不好办了 江青仍不断在找汪的麻烦 他对毛的病从不过问 反倒说 有老汪你们负全责 汪说这是不怀好意 明明是一旦毛主席去世 他为我们是问 然后及机会打反革命 他可以说 主席的病 他和王红文两个人没有插过手 是周恩来 叶剑英和汪东兴在管 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这次无论如何要向政治局汇报 要政治局大家负责 2月8日在回北京的飞机上 汪叫我到他的仓房里去 他问我是不是生气了 我说 我没有别的意见 主要的意见就是你对张玉凤过于迁就了 你们都不管他 大家对你们是很有意见的 汪听了很不高兴 说 有些事说不清楚 主席不让他走 我有什么办法 现在主席说话 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 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 他能听懂 换了别人 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 所以张玉凤能待下来要无扬威 完全是因为只有他听得懂毛主席的话 回到北京以后 吴旭君离开一组 86 1